上週,開完酒店1158,川河集團0281,香港建設0190分別以日價25%,12.07%,110%提出私有化,三家上市公司都不過是十幾億元市值, 現時學價雖然大跌,也值3億元,相對其市值而言,也算是significant的數字, 如今年學價也放棄了,可見得這幾宗私有化利潛之後,賺著生意模式,上市,任跌,私有化。 事實上,根據我一直以來的說法,如果私有化提價沒有70%以上的折讓,相對資產淨值, 也值是大約兩倍的利潤,完全不值得, 佳恩,第一,公司反正都在老闆的控制手上,不是利潤很大,根本無需多此一舉, 第二,公司價值有波動,萬一s有化後,公司價值下跌, 例如說,生意額大減,又或者是,持有資產價格大跌, 在不租高,因此,必須有很大的buffer, 即使利潤啦,點跌都跌不到入獄,才有足夠的安全系數, 去提出私有化,有什麼財技,可以積賺, 穩賺兩倍以上的利潤呢,只有私有化。 好過去搶,所以,一家公司無驚無險的賺錢方法, 事先把他上市集資,上市後放任不管,任由股價跌下來, 幾年後,當股價折讓已有七成以上,就去提出私有化, 在現制度下,事全無風險,賺緊的生意,法例,證監會,交易所, 從來只是拼命監管炒股票的上市公司, 但這些上市公司,縱然搶錢,至少也有所作為, 暢旺了市場,提高了成交, 然而,對於私有化的公司, 卻是全無監管, 這又是耍樣子道理呢? 紙幟哥,不太確認,